欢迎来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在昨天下跌了 73.04点 刷盘指数11880点 跌幅0.61% 成交金额反而放大到 1648亿元 呈现的是价跌两帧 而OTC也下跌了 0.96点 刷盘指数是146.29点 跌幅0.65% 成交金额是376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国泰政企顾问处经理 蔡明翰蔡经理 明翰台北股市昨天的走势 让人开始有点点担心 因为呢 礼拜一 碰到了这个中东冲突升温 美国跟伊朗之间的 这个临时性突发的事件 所以呢 台股大跌 这个其实呢 是有国际突发意外 可是昨天呢 亚洲股市 几乎都回温了 继续的上涨 日本 韩国 香港 上涨指数跟深圳层指都是上涨的 怎么台北股市昨天反而跌破月线 而且是价跌量增 有没有问题呢 您的看法 OK 凤卿听众朋友打扫 刚刚提到重点 确实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美股分争的一个情况下 导致国际股市有一天的拉回 但台股来讲在昨天独弱 那这块来讲确实从这个去年第四季 台股独强状况有稍微呈现反转的一个味道 所以大家当然市场会有点担心啦 那加上昨天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就是这个指数呢 在前一天已经跌破 在刚好受在这个月线下 昨天突然持续往下走 就技术面来讲有这个破线的一个味道 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市场信心指标 就是OTC指数哦 近期来讲也连日不断的持续创低 所以呢显示说这个市场的氛围 已经开始明显的一个转变 所以大家会担心 这个到底在跌真的还是跌假的哦 那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构 第一个大家这个美一战争 可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只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点火的一个点位 真正实质来讲 因为呢国际股市在一天下跌 很快就直温了 所以台股持续下跌 显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重要的因素落在哪里 另外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来讲 毕竟这个指数一直落在 这个一万两千点附近 震荡整理已经有一段时间 那这个高位阶来讲 如果说真的出现 这个明显拉回 就会导致常常在讲连滚带爬 在上面呢没有卖压 但是一出现了卖压之后 会导致短线这个卖压无法止住 那这个卖压的起点 是来自于美一战争 但是呢一一点燃之后 会导致这个所谓的 大家这个跟随的一个效应 另外一个因素来讲 这就是所谓的多沙多 对不对 是可以这么说 现在担心会有这个状况 目前来讲 短线是已经出现这样的状况 现在的要探讨的应该是说 这个多沙多的状况 会不会持续延续 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那另外我们刚才提到 还有一个因素所在 因为这个就不是国际有的 刚好我们这一周的假日就即将 周末就即将要选举 在这个选举前的这个最后一周 通常因为这个毕竟不确定因素高挂 虽然说大家也许有不同的看法 也许说这个选举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可是毕竟呢 这个结果还没出来之前 那也很多人不愿意在这个最后时间压保 所以刚刚提到三个这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美一战争应该只是点火 未接偏高加上说这个选前的不确定因素 这三个连结导致这个指数 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 那再来呢当然要提到 那如果这样下去 是不是就表示这个指数会不断往下走 那我们就要给大家一些这个看法 就是跟大家提到 其实呢就过去记录来讲 选前的一个角度 最后一周通常会呈现比较观望的气氛 稍微震荡最多小跌 其实就过往经验 其实在选举前大跌的机会是不高的 那但是呢选后的一个结果 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在股来讲 台湾总共有六次民选总统的经验 那其实过往的经验 只有2004年当时这两颗子弹 刚好选举出来 结果跟市场原本的预期大为的不同 导致在选后之后呢 股市重挫之外 其他大部分都是呈现小涨 大家也不用期待有多好的表现 跟大家讲选后一周会呈现小涨 但是呢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 前六次的结果 那一个月后指数的上涨几率就百分之百 而且呢这个平均的涨幅有达到八个percent 那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不确定因素消除了 那慢慢的回归经济面 那回归今年经济面 刚好又遇到这个所谓的市场最担心的 就是美中贸易战争的一个状况 已经前后续来讲 即将要签署协议也慢慢转为正向了 所以认为说就今年的角度 刚好又遇到这农历年的往前拉 所谓的红包黄情能够来临 所以整个架构其实认为台股如果能够回归基本面 其实是呈现真相的 所以在近期呢整个架构 如果在选前呢只剩下最后三个交易 如果持续拉回 其实不要过度担心 因为技术面已经转弱 所以短线要它转强其实有困难度 所以应该还是会持续偏弱 但是我们认为后续在最后三个交易日量 会呈现缩减 跌势也会趋缓 甚至有机会小幅反弹 那我们认为说建议大家 在近期震荡拉回的时间点 不用过度担心 认为指数呢 在选后应该就会慢慢有 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机会了 所以你觉得现在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某一个位阶上下来 会震荡整理 对 目前来讲应该是比较有 这样的可能性 但整体架构来讲 我还是认为指数距离一万两千点 不会太远 就目前的指数 11880来讲 距离这一万两千点 大概就一百多点 我觉得这个大致上应该算是 一万两千点上下 比较偏下面的一个水位 所以我就认为说在这里呢 这个就走势的一个角度 是非常脾弱 但是就投资人 投资的角度 我会去建议大家 稍微呈现乐观一点 拉回房 应该要勇敢买进 回溯这个19年的特色 就是如果你在下跌的时间 没有勇敢买 其实是很难赚得到钱的 所以现在虽然在短线上面 有弱势 但是不用太担心 对不对 反而这个时候 也许考虑勇敢 可是这个勇敢 也要有方向 对不对 有哪一些方向 但我们看到最近 这个市场的弱势 有一点其实跟台积电 是有关的 那传出来说 华为砍了台积电的单 但是呢 昨天李扬证券是说 不是华为砍了台积电的单 应该是台积电 砍了华为的单 好 无论如何 这个到底会如何影响 我们的投资选择 OK 这块来讲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到 确实呢 目前来讲 还是以电子股为 比较重要的一个主轴 那刚好有个特色 要跟大家提到 从这个7号到10号 这个礼拜 刚好是美国的 CES展的一个展开 那一样的问题 就过去 几乎在这个展期之间呢 台股可能没有 太大的一个反应 但是展后 等于从下礼拜开始 台股会稍微 比较表现比较好 可是 如果你从中间的结构 就是电子指数 我就过往记录 后一周上涨几率 有超过八成 而且表现来讲 也超过一个礼拜的 平均涨势 超过一个percent 所以就跟大家提到 后续在这个CES展 结束之后 那这个相关的族群 会有明显强势 那今年的CES展 全部都集中在 这个所谓的5G的一个部分 那刚才提到 半导体的一个部分 包含这个台积电 然后大家提到 联发科的一个部分 其实都是跟这个 所谓的CES展 有直接的相关 那就刚刚回归 刚刚提到台积电 其实就所谓的 我们整个通路的厂 这个所谓的插房 还是认为说 目前这个高阶制程 其实还是呈现 爆单的一个状况 所以到对基本面 倒是不用过度担心 所以整体架构 认为5G族群 除了刚刚提到的 半导体之外 包含其他的被动元件 或者是其他的 这个所谓记忆体 都是短线比较强 后续有机会强势 固然在昨天 因为营收不佳 被动元件 打到跌停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 在这里不用过度担心 只要等待这个下跌 出现量 说那价值稳之后 我建议大家 还是可以介入 认为这个 短线的趋势 不会改变 那下礼拜 只要值稳之后 这样的指数值稳 开始转强 我们认为 这5G相关的族群 应该都还是 这个市场 比较重要的主流 所以那这里面 有没有它的节奏顺序呢 认为来讲 其实我觉得说 这个重点 就是这个介入的时间点 因为近期 这个指数 在拉回的时间点 这5G都是修理的对象 那就是跟大家提到 第一个重点的部分 价还倒还不用 但是重点 一定要看到量能 已经开始缩减 那价能够开 只要看到量能缩减 就应该低一笔的资金 先进去试水温 后续只要价呢 再连续三天 没有再破底 就应该要持续做加码动作 认为只要指数 能够反弹来讲 这些都是反弹的要角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国大政旗顾问处经理 蔡明和蔡经理 那些词是否判断里做普通的发言 需要证明和蔡经理 先进行证明和蔡经理 证明和蔡经理 直接进行证明和蔡经理